每當有颱風來襲時 原住民部落千村的問題就會再度被提起 像是位在高雄桃園鄉的藤枝部落 從一九三零年代到現在 當地的布農族人已經陸續遷移了六次之多 而在莫拉克風災過後呢 政府免費提供災民住進山下的永久屋 但是搬或不搬 卻引發了部分族人 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 今天晚上十點鐘 公視頻道的記錄觀點節目 導演《馬耀比厚》的最新作品 就呈現了原住民千村的矛盾與兩難 高雄建桃園鄉的藤枝部落 這個部族很可能是臺灣這座島上近百年來 遷移最多次的原住民部落 從一九三零年代至今八十年間 藤枝部落的布農族人已經陸續遷移六次 莫拉克風災後 位在邊坡的新藤枝部落開始塌陷 原本提供許多工作機會的藤枝森林遊樂區也無限期關閉 許多族人因此遷到山下搬進政府提供的大愛村永久屋 雖然不少人入住 但也有族人希望能在山上找到安全的土地居住 布農族傳統大家族式的生活 遇上組合屋的登記分配問題 想入住的人認為 組合屋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不住白不住 相反的 不想離開山上的人認為 入住的是鼠鼎望族 政府美意建造的組合屋 不但美讓布農族的家族團圓 反倒讓兄弟姐妹之間反目分裂 造成兩邊的一種對立 甚至兄弟反目成仇 一對夫妻原本感情和睦的 因為太太想搬 先生不搬 兩個夫妻呢 兩個禮拜都沒有履行義務了 現年六十多歲的阿利曼 他的父親 祖父 曾祖父 都曾經是藤枝部落的頭目 他很努力參與族人 爭取山上安居土地的行動 希望祖先的土地 不會在自己手中失去 遠離的家園 讓人不知不覺忘卻自己 原本豐富的文化 這群企圖找尋新棄地的布農族人 透過的家園 讓人不知不覺忘卻自己 透過祭祖的活動 期待能夠讓風災後的創傷遠離 重新凝聚族人的向心力 記者綜合報導 報告